歡迎收看Mr.Chen英文教學之文法奧爵 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Mr.Chen教英文的時間了 今天要跟各位同學談的英文文法是有關於span,tech,cost的用法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三種花費的用法 包含花時間和花金錢 在這個具體裡面要如何使用 之前這個span,tech,cost的用法我們也曾經介紹過 但是當時的整個拍攝影片效果不是非常好 所以我們決定重新再製作一個新的tech,cost跟span 這個三個花費的用法 重新把它拍攝一下 以達到一個比較好的學習效果 除了介紹個別的用法之外 也把他們之間的交換 轉換的過程 劇情的轉換也介紹了一下 希望能讓各位同學對這個tech,span,cost的 這三個字的花費用法能更加的了解 更加的熟練 現在我們就馬上要進入tech,cost跟span的用法的介紹 當然也希望整個影片如果對大家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的 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span,tech跟cost的用法 首先第一個我們介紹是span,花費的用法 span 那麼當然你在這個 進入span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它的過去式叫span 過去式,過去分詞都是span 花費 好,句型第一個span的用法怎麼使用呢 人家span加上時間跟金錢 也就是span這個字可以花費在時間 也可以用在花費金錢方面 時間跟金錢都可以 而後面呢它用in加上動名詞 當然這個in是可以省略 現在很多的書已經 大部分都沒有把這個介系詞寫出來 但是我們知道其實原來在這個 這個動名詞前面會有一個介系詞叫in 但是這個in通常是省略掉 in加上ing就是花時間或金錢在做什麼什麼方面 用in來接出來 或者用on或者是for加上名詞 表花時間在什麼什麼東西上 但是呢一般來講我們很多的這個題目呢 或者是教科書課本上都用on這個字 那麼其實呢如果沒有on的話 for也可以 這兩個介系詞都可以 但是呢大部分都是用on來做一個介系詞 加在花時間跟金錢方面 就是人加span加時間加金錢 in後面加動名詞 或者用onfor加上名詞 這樣子一個句型 好我們看一下書名 span用人當主詞 特別說明它只能用人當主詞 它前面不能用物或者用it 或者用動名詞不定詞都不行 只能用人來當主詞 不可以用物來當主詞 可只花錢或時間 後面接動詞時用動名詞 非常重要用動名詞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 一定要動名詞不能用不定詞 若是名詞 則先接介系詞on或for 當然現在都是以on為主 那麼再接名詞 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 在這個句型裡面介紹的一個重點 好那麼最需要強調的是 前面的主詞一定是放人 不可以放wo 或者是it 非常重要 好我們馬上把這個觀念 帶進四個例句裡面 來做一個練習 比如說第一題 他每天花一個小時打籃球 he spends an hour 好那麼在哪方面呢 本來有一個印可以省略 直接用praying 動名詞 basketball he spends an hour praying basketball 第一個 第二個 他花十元買筆記本 he spent ten dollars 好筆記本是屬於名詞 所以在筆記本上面 我們用on the notebook 在筆記本上面 on the notebook 好 那麼 那當然你也可以 那麼這個地方 除了用spend ten dollars on 我們用on來接 當然你可以說 買那個筆記本 你也可以用動名詞buying 基本上這兩個都可以 用on來接名詞 我用buying another book 這兩個都可以 要不要花 這是指花時間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 花金錢方面 他花了二十年 在那項計畫上 spend twenty years on the plan 在這個計畫上面 好 他花了十塊錢 好 他花了十元買這支筆 on the plan 當然你也可以用buying the plan 同樣的 這兩個是指 花的是指 時間方面來講 這個是花時間 這個花金錢 時間金錢 好 那麼 所以說我們這個用法 就是用on 用in來接動名詞 或者onfor來接名詞的用法 這第一個 好第二個 我們講到有關tech 表花時間的用法 好 花時間用法 我們劇情二來看一下 那麼就是it 加上text 加人 加時間 加不定詞 就是這件事情 花了這個人多少時間去做什麼 用it 或者用不定詞 true加原型 或者vimg tech加人 花時間 或者用 那麼這個特別注意 他也可以用人來當主詞 就跟我們這個spend一樣 就很多人誤會說 這個tech 他只能用物來當主詞 所以說這個特別注意 他也可以用人來當主詞 只不過後面接的不一樣 人spend的話是用動名詞 而人tech的話是放不定詞 這特別注意 用不定詞 不定詞 好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好 那麼 如果是像這個to加原型 或動名詞 就是從後面的這個不定詞 直接搬過來到前面去 搬到前面去 但搬到前面去的時候 那麼他有兩個用法 一個用不定詞 一個用動名詞 當然搬 搬到前面去的話 就用不定詞當主詞 或動名詞當主詞 那如果是搬到後面去的話 用虛主詞 來當主詞的話 他一定用不定詞 不可以用動名詞 這點特別注意 搬到後面去用不定詞的狀態 那當然如果是三單的話 其實這個動名詞或不定詞 tag就要加s 三單一般來講 三單就是要加s 因為不定詞或動名詞 tag要加s 第三人稱單數 好 我們看說明 tag可以用it 是或人 所以他三個都可以用 it 是或人 三個都可以當主詞 也就是物或人都可以當主詞 那麼以it為虛主詞時 代替後面的真主詞 這個it代替後面的真主詞 tag只能用在只花時間 他的受限性是 局限性是他只能花時間 不能花金錢 金錢我們下次會講到有關cost cost用法 那麼下次我們把cost的劇情引導出來之後 再把cost跟span來做一個代換的練習 今天我們最主要是針對span的劇情 以及span跟tag之間的轉換 是如何轉換 好 現在呢 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以第一題來講 我們先把原來的span的公式帶出來 hispan他花了一個小時 後面放動名詞 doing the homework everyday 那麼是只花時間 那麼做這個家庭作業每一天 所以呢 好現在我們變成it的話 就變成it 他花 三單text 好 人 him 好 一個小時an hour 然後後面放一個to 因為他是用不定詞 那麼就是 text him an hour to do to do the homework everyday 花了他 就用it 虛主詞 現在我們把這個後面的真主詞 to do 搬到前面去就變成了 我們可以用動名詞 doing the homework doing the homework text 三單要加s 因為這動名詞當主詞了 變成第三人生單數 動詞加s text him an hour everyday 好 第三個我們用 人當主詞 加tech 加時間 他花text 好 那麼一個小時an hour an hour 後面一樣用不定詞 to do 所以他差別在to to 但是這個地方是用 ving 不一樣地方在這裡 前面都會用人來花時間 好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代換第二題 我們再來練習一次 練習一次 我昨天花兩個小時在讀英文方面 昨天的話用spent 過去式 I spent two hours reading English yesterday 那麼我花了兩個小時在閱讀英文 昨天 現在呢我們把這個spent 變成了這個tick 也就是用虛組詞 it的句型 it 好你既然這邊是過去式的話 我們要跟著用過去式的話 it變成took 他花了兩個小時 two hours 但是這個地方注意 花了什麼人 人先寫出來 我 it took me two hours 兩個小時 去做什麼 後面放to加原型 to read the English yesterday 好這第一個 再來我們用的是 把後面的不定詞 直接搬到前面去 當然你要變成動名詞 像我們這邊是變動名詞 那如果你不變動名詞 用不定詞直接搬過去也可以 to read 你呢 閱讀英文 English 昨天呢 花了我多久時間 那麼 text 一樣動名詞 不動名詞或不定詞 不定詞我們一樣 啊 不定詞當主詞 動詞三單 要寫S 花了我兩個小時 昨天 就變成 three English text me two hours yesterday 好 那麼第三個 我花了 i text i take 這主詞 是低人稱 take不加字 i take 我花了兩個小時 two hours 重點是後面還是用不定詞 three English yesterday 好 那麼這個就是有關於這個 take跟spend 來做一個講 這個啊 時間的轉換 那麼前面我們介紹 啊 人用 啊 可以人家spend的話 spend可以花在 時間跟金錢 而後面放 動名詞 或者用 unfor 加上名詞的一個 用法 的一個代換句型 而後面我們 提到的有關於 啊 這個take跟spend 在做轉換的時候 特別注意 take只能花在 時間方面 不能花金錢 啊 那麼所以說take 但是呢 take他可以用it 或者是不定詞 或動名詞 或以人來當主詞 而以人當主詞的話 後面是放不定詞 而以spend當主詞 人當主詞的話 用un或for 那麼這是我們今天啊 所跟各位介紹 有關於spend tech 跟coach裡面 spend跟tech的用法 以及他們之間的啊 轉換 一個啊 句型的轉換 啊 那當然也希望今天整個 教學內容如果對大家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受到我們 最新最新新都不能再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下次文法課程見面 謝謝